在台灣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投票 同意票近94萬超過通過的門檻 韓國瑜成為首位被罷免的市長 他批評民進黨政府集中精力罷韓 沒有做好施政 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 罷韓同意票挨慢超過57萬5千票之後 韓國瑜和團隊見記者 他感謝過去支持他的人 批評民進黨政府集中精力罷韓 說過去兩年來遭到抹黑、扭曲、造謠和重傷 這是一場不公不義的選舉 民進黨第二次執政以來 所有的心思幾乎全部集中在罷韓國家隊 如果有這種心思和體力 為什麼不好好用在建設國家 造福民眾的身上 把它放在全心全意的鬥爭 這是我非常大的一個遺憾 這次投票率是42.14% 同意罷免他的有93萬9090票 不同意就有25,051票 同意票也超過他前年當選高雄市長的89萬票 韓國瑜寄予下一任市長 繼續做好高雄的市政 國民黨主席剛啟臣批評 執政黨用行政力量明目張膽操縱罷免案 任憑風雨繼續向前 是我們抱持的信念 國民黨沒有氣餒的時間 接下來的幾天 我將會競速與韓國瑜市長 還有黨內的幹部磋商 討論如何面對接下來的補選挑戰 投票是早上8點到下午4點結束 隨即點票 支持霸虹的市民 到霸虹總部等點票結果 因為我覺得這是高雄人的一個大事情 想要發明主任也都是因為他 跟原本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大家都有去投票很棒 不管是支持還是不支持的 我覺得只要有投票 這都是表現民族的價值的一部分 這是一場只能開心一個晚上的勝利 因為從明天開始 市長可能會離開 但是他所破壞過的高雄 他所撕裂過的社會 他所留下來的仇恨 都需要靠每一個在現場的人 今天去投票的人 一起用你的雙手 讓我們一起來修復他 根據規定 中選會將在7日內正式公告投票結果 並解除韓國瑜的市長職務 而行政院就會指派代理市長 高雄市將在3個月之內補選 韓國瑜4年內不能再選高雄市長 他可以提出選舉訴訟 而在訴訟終結之前不可以進行補選 無線電視出台灣記者歐國瑜不斷 讓我先進行補選